你家裡還有一個東西會發霉 就是紅牌包 對 沒錯 而且是很故意的發霉 發霉的鞋子 在後面 其實它是故意的 想要買新的吧 是 它有這其實 它是雞皮的 對 而且 媽咪 雞皮真的很大 雞皮有 這裡有 而且你剛剛媽媽好感受很貴 好可愛 因為便宜的就把它丟了 那請問多少錢 這兩個人家 好 發鞋啊 沒有啦 可是我已經在鞋盒裡面放了乾燥劑 我去買那種 小小小小包的 我覺得 就是比較貴的鞋子裡面都會放 可是還是會 還是會長這個東西 我現在有點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第一個鞋盒 如果是用原來的紙盒 紙本來就是一個會吸濕的東西 然後還有我們放乾燥劑 有些比如一個鞋子 兩雙 兩隻腳然後放一小盒 那個吸濕效果根本不夠 不過就算它吸了濕氣 但是它那個 可能沒辦法撐過這個季節 所以它可能吸濕就要是結束 就飽和了 所以其實第一就是 要放乾燥劑量要足夠 然後儘量不要用紙盒去裝 然後還有就是 換一個塑膠盒 對然後還有就是我們通常鞋盒 大家都怕說會有臭味 都把它蓋得乾 關起來 但如果空氣流通也是有必要性的 然後打開 然後除濕氣 對它 其實也是要做好 除濕氣 對 那像這個還有得救嗎 就擦一擦一下應該就好了 其實建議大家可以在家裡準備一支 類似像這種 珠中刷 珠中刷的好處就是 因為尼龍刷又太硬了 然後也就是馬毛又太軟了 所以珠中刷有一點可以把灰塵 或髒污這樣刷 刷掉的力道 又不會傷到皮革 一般的皮鞋就用皮革的 就是這種清潔乳就可以 但買的時候我會建議大家 可以買比如說 台灣或日本做的 因為台灣或日本做比較多 會寫說它有 除霉的效果 它都會有寫 像那種有除霉的 因為歐美品牌的 就不會有除霉系 那個除霉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你可以買 反而是這種亞洲國家做的 它就會含有除霉的功效 家裡有衣物間的 有個衣物間的話 第一個 就叫密閉的衣物間 就是你要很確定密閉 再過來 裡面真的放一台除濕機 設定適時的 真的在適時之下 這些霉菌基本上是幾乎長不起來的 而且你那個鞋子 就按照程度的時候 把它除掉之後 如果你那個 衣物件裡面的濕度 還是70的話 它還會從裡面 一樣再長出來 所以你一定要先 讓你的濕度降到40 就用這個方式 起碼你的災情不會擴大 真的 像這個是鞋子 但是有些衣服已經發霉 有味道的話 我們沒有 如果衣服已經發霉 大家就可以去 刷工 買那個 過炭酸 喔有 我們之前節目有介紹過 然後這個東西用的技巧就是 一盆水 然後放這個粉進去 但是記得衣服 泡要泡大概兩三個小時 效果才會比較好 那泡完以後就照一般洗衣服 把它整個洗過 其實霉菌 通常如果 你只是譬如說淺塵的 其實都可以洗得掉 如果 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這樣試了一次 發現衣服還是有霉 那可能它就已經生成到整件衣服的纖維 我就建議就不要了 或者你真的很在乎 你就得拿去乾洗電晴 它再做進一步的處理 然後在家的話 用過炭酸納來試 通常都可以洗得掉 了解 我們家的話 衣櫥跟鞋櫃 我們都會買像這種 大賣小賣的 對 它本來就是那種白色顆粒 可是你可能放在衣櫥裡面 大概兩個禮拜 它就變成水了 就有集水袋 對啊 然後另外的話 因為我們那時候跟公婆住 所以我們家有五個房間 我們用量超級兇 所以我們都直接上網去訂整箱的 然後就要需要很長地換 另外就是我還會蒐集像這種 小小的防潮包 那我們平常去那種商店買 一些零食什麼 零食啊 對 然後就把它蒐集在一起 然後把它蒐集集中在鞋櫃裡面 它就可以防潮 而且 對 就當乾燥包用 然後另外就是 我老公如果每次泡咖啡 我就會叫他把那個咖啡渣留給我 對 那留給我的話 我就用那個泡茶的茶包 自己把它裝一袋一袋的 你有時候可以放在冰箱除臭 然後也可以放在鞋�櫃裡面 也有防潮的作用 對 很聰明耶 而且咖啡香很香 對 對 對 如果用咖啡渣一定要小心 因為我們通常拿就是 咖啡店直接拿回來就開始 但是它是剛煮完的 所以裡面含水量非常高 然後我們就立刻放回密閉空間 它其實非常快就發霉 所以回來要先把它等於是 粗平 然後曬乾 就是真的是摸起來 就變成很糊糊這樣鬆鬆的 才可以拿來這樣除濕用 不然非常快 大概一個禮拜就發霉了 那像那種都會把除濕劑全部收起來 對啊 然後再一起用 這個有沒有什麼特徵 我覺得還好啊 只是要避免 因為老實說除濕劑它本身 但是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黏膜啊 或者呼吸 腸味道的刺激性 所以盡量就是避免讓小孩子吃的 拿得快吃的 拿得快吃的 應該就OK了 小孩子都有一顆一顆的 他們很愛 對啊 就覺得是糖果喔 我有一個朋友他發生過最大的慘劇 之前有一種那種 石灰的那種 通廁所 那它也是做成一顆一顆 你知道嗎 它是定狀的 對 也是這樣細的 你知道嗎 它就是一沒注意小孩子一顆吃進去 整個都很實性很強 口腔黏膜都黏開 怎麼辦 後來它是一路一直要重建它的口腔 還有什麼 重建 因為它整個受傷會軟縮啊 黏在一起 好可怕喔 然後而且我覺得 小韓那個還滿可愛的 我帶一個 這是我的主持的 喔 這是應該是粉嗎 放微波爐 它也是一顆 對 它就是有顏色 現在是粉紅色嘛 然後它吸滿是粉紅色 然後你把它放微波爐 一兩分鐘 它變藍色就是 就是 這去哪裡買 就是大賣場買的 那個大賣場 我也有 但是我這個是其實直接去化工行買它的顆粒 然後我回來用帶子妝 這個就是還沒吸水 就像小韓說的 就藍色 然後吸完是粉紅色 你看看人家就好可愛 這個比較貴啊 這個價錢差三分 這個我是它的三分之一價錢而已 那像這些 我們用什麼更好的方法 如果說我們真的衣櫃 或是鞋櫃想要除濕的話 有沒有比較安全一點點的 不然像那種除濕劑那種 好像不是很OK的 就是像我們小韓用的 還有我用的這個水波靈性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我除了開除濕劑我還補牆 就是我們傳統會用到 其實都有調節濕劑的功能 但是一樣就是它過一段時間 大概每三個月就要拿出來曬太陽 像一整片 再放回去 它效果才會比較明顯 所以數學老師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一支梅菊 每二十分鐘會繁殖一切 經過六個小時之後 你的房間是八坪請問有多少面積 好漂亮喔 好開心喔 再數學再數字 加油 好加油 加油 給助手老師一提示 助手老師一提示 來啊 我們直接出傳好了 老師不是說我有開熟吃機 對 因為我們有開熟吃機 然後師父轉到我們 對 所以就沒這個問題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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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宣傳一下你們的戲 什麼時候要上 呃 我們是12月2號 然後每週六的晚上10點在台式首播 然後12月3號起 每週日的晚上10點在東森綜合台首播 謝謝王強大一定要看 是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俊男美女 然後一群老師在那被專有的名字 可是呢 舒仁和舒仲 俊男美女 媽媽好被你輸輸輸了 12月1號就上市了 所以大家如果對我們節目的內容想要回顧一下 然後有整理過的 那就可以在我們新書裡面看得到 沒錯 那請大家多多支持囉 大家好 視頻王強大還有媽媽好神的新書 然後記得呢 讓我們粉絲團跟我們做不動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的新書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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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黃強回覆 小孩已經挑食 對付體制新觀念 我常常跟我的小孩在 因為他常常什麼東西都不吃 然後只是 那像遇到這種挑食的小孩 我要怎麼辦啊 每一次碰到這種挑食問題 一定就會有很厲害的媽媽說 我們都把食物啊 改變形狀啊 藏在這個其他的食材裡面 這是沒錯啦 如果你小孩年紀很小 可是我覺得這樣不是長眼之急 因為畢竟這個孩子盡量要長大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如果你的孩子已經是學齡後 或者是可能我覺得在四五歲以後 已經可以溝通了 你就不需要再特別幫他做食物 這第一點 應該就是大人吃什麼 你就吃什麼 那你喜歡不喜歡你可以表達 但我不會再特地為你準備食物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也不強迫說 孩子非得吃那個食物不可 你可以在同一類型的澱粉質裡面 特別挑選一些他 稍微可以接受的 比如說他不喜歡飯 你給阿麵 他不喜歡地瓜 馬鈴薯 那蛋白質有魚啊 有蛋有肉 他總是有喜歡其中一種 那青菜水果這些都可以選擇 在這些同樣的內容的營養素裡面 我們選擇 稍微他比較不討厭的 了解 我覺得這沒關係 那第三個就是 很多專家都會跟我們講說 你如果讓孩子參與到做飯的過程 或買菜的過程 他也比較不會那麼的挑剔了 了解 那最後一個就是 允許我們孩子 在那個他不喜歡的食物裡面 他說那我可不可以加肉鬆啊 我可不可以加把它包在什麼裡面 就是他有一些他自己發明的吃法 那雖然弄得有點噁心啊 或是搞得到處都是 那如果西瓜配番茄醬 那如果他想要的話 如果他覺得那是他可接受的方式 那對我們來講 OK 至少你有願意嘗試 而且你有想方法 我覺得這是值得鼓勵的 好吧 搞不好會有新滋味 因為聽說小黃瓜配蜂蜜 會有哈密瓜的味道 試試吧 我們來看這邊這些影片喔 YES